新闻来源 风暴言 A股大抵失病了 北向流出的风声 犹如恶狼在咆哮 心情复杂的没有来由 我有两只股票 一个是绿的 另一个也是绿的 今天 在户指第53次跌破3000点之际 A股狂人日记应声出炉 在今年勇敢入市的胡锡进也只能用股市老江湖们对他说过的话聊以滋味 能在股市上经得起多大的跌幅 未来才有可能获得多大的收益 看了股评 说法零零散散的 要我说 就是股市的整体信心不足 已经经不起任何风吹草动 胡锡进发文写道 为什么又跌了 这段时间 指数走势主要受到大盘栏筹股压制 今天护身300 上证50指数盘中都创下本轮 调整新低 其中 前者创下2019年2月底以来新低 后者逼近去年10月底的低点 小盘股乃至北交所个股的表现倒是大开大合 今天北震50还一度收复1000点 直接看年内表现也很巨响 华西正确认为 2021年2月以来 小盘相对占优的行情持续了约三年 当前护身300国证2000比价指数为0.42 2010年初设为1 与2016年底的极值相比仍高出25% 表明当前小市值行情的演绎并未到极致水平 从资金性质来看 今年以来 国内权益市场赚钱效应偏弱 导致基金发行低迷和增量外资不足 叠加公募基金仓位高位运行 机构资金定价权较此前有所削弱 大小盘风格可能会由于相对估值比价出现短期均衡 但风格大级别切换的定价逻辑尚不坚实 中长期维度看小市值行情大概率尚未结束 中信箭头指出 预计2024年 黑股有望呈现小牛市 未来将进入雄牛转换期 2024年至少有两大因素改善 一是全球宏观流动性明显改善 二是国内稳增长力度增强 这将推动2024年A股盈利正增长 估值修复 在雄牛转换期的策略思路 需逐步游手转攻 配置可考虑看涨期权思维 三条线索 一是产业周期加困境反转 二是顺周期悲观一致预期下 存在估值修复机会 三是看涨期权思维 高股息中选择进攻属性 此前 斯瑞集团首席经济学家 洪浩凿已向凤凰网财经表示 我们不必过多地关注 互值一两个点的差别 甚至不要关注到 小数点后两位数 因为互值2900点和3000点 没有任何本质的区别 大家都关注3000点 点位是因为近年来上证指数 长期在3000点左右反复上下 而3000点是个整数关口 所以有人把是否跌破3000点 称为3000点保卫战 必须让散户赚到钱 互值作为一个重要的整数关口 跌破3000点后 还会占上3000点 前海开源基金首席经济学家 杨德龙表示 要想彻底改变市场的运行趋势 出现持续上升 甚至产生一轮牛市 杨德龙在接受凤凰网财经采访时表示 还需要政府面移配合 需要政府放大招来改变投资者预期 投资者信心来了 就会出现存款搬家 我们现在总存款286万亿 城乡居民储蓄也是110多万亿 我们的股市还只有80多万亿 这跟大国的身份是不相吻合的 中国政法大学资本金融研究院院长刘继鹏 在参加凤凰湾区财经论坛2023时发言 刘继鹏强调 33年来 股市越走越低 韭菜被割的面积越来越大 原因关键在于资本市场的监管制度和政策 而不是资金问题 周期问题或形势问题 杨德龙认为 A股散户投资者数量众多 资金量在A股市场占比超过60% 贡献80%以上的日程交量 必须让散户投资者能够在市场上赚到钱 至少能够得到公平待遇 这样才能够吸引更多散户投资者入场 在具体谈及A股问题时 刘继鹏在接受凤凰网财经封面专访时 形象地描述了当前股票市场的格局 指出3900家企业融资者在天堂减持 而两一股民投资者则被置于地域被割 那么如何才能保护中小投资者的权益 刘继鹏举例说 我国资本市场中的独立董事制度 虽然学习西方 但都是盲目的在学 独立董事 基本上就是董事会选聘 董事会选聘 不就是大股东说了算吗 你让独立董事 保护中小股东 限制那些招聘你的人 这可能吗 所以治理结构也没有 这就是中国资本市场 为什么走到今天 还在三千点的一个核心原因 刘继鹏认为 目前的管理制度中 监督和审核没有分开 无非就是 把从原来证监会管理的核准制度 下放到三个交易所 刘继鹏说 我们今天股市走成这个样子 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也是融资端和供给端地不平衡上 市的数量太大 这边大家又找不着挣钱的效应 所以也就出现了这样一个偏差 他指出 我们的资本政策是要通过股市 解决直接融资的问题 因此 他提议 应该推行积极的资本政策 用以解决我国家证券化率低的问题 现在各个交易所 基本上重点主要是在融资端 刘继鹏说 三个交易所没有再比拼谁 更能给投资人带来财富效应 而是比拼为融资端降低门槛 在融资端低价的盲目竞争 这也导致资本市场体现出四高的特征 融资额高 上市企业多 大股东减持高 股民却赔钱的人数越来越高 由此 他进一步思考 33年以来 中国股市的癥结到底在哪 在刘继鹏看来 资本市场要办一个投资人的市场 三个交易所要比拼谁 更能给投资人带来财富效应 这应该是考核指标 要避免融资端的市场 就需要尊重国情 借鉴规范 走中国特色的股市发展之路 前海开源基金首席经济学家杨德龙也认为 对于普通投资者来说 赚钱是第一位的 如何通过资本市场获得财产收入 这是一个需要研究的话题 当然 在资本市场投资有风险 不可能让大多数投资者都赚钱 必然有一部分投资者亏钱 一部分投资者赚钱 但是市场的规则和制度应该是公平的 对于不同投资者应该一视同仁 这样普通投资者通过学习价值投资理念 通过做好公司的股东 通过改变追涨杀跌的习惯 也是有可能会有利的 如果市场涨上去30% 能到4000点 有可能带来比较强的赚钱效应 杨德龙进一步表示 市场能不能涨到4000点 还要看经济上行的态势能不能形成 经济中出现的一些风险领域 能不能得到有效化解 如果这些问题都能解决 大家对市场的信心提升了 将来4000点也不是梦